您找我 坐吧 看来你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了解了老板的嗜好 更为难得的是 你用上了我最喜欢的 弹箱基调的香水 这款香水很不好买 兰桥有你这样的员工 很好 谢谢董事长的鼓励 其实我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兰桥国际工作 是兰桥国际给了 别别别 我不是来找你谈工作的 如果是谈工作的话 你这样的人 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是 认识丹桥多久了 大约四年吧 听说是网友 可以怎么说 什么时候开始发展交往的 大约两个月前 我真是很佩服你的本事 你四年了 你一面和男朋友 谈情顺爱 一面又和网友打情骂俏 被未婚夫甩了 立刻就傍上了丹桥这棵大树 更为巧合的是 她正好又是兰桥国际的接班人 总事长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和网友打情骂俏 我想您应该会理解 人在现实生活中 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快乐 和烦恼 但身边的人 不一定能够让你倾诉的 所以呢 虚拟的网络成了最好的出口 我在网上认识树洞先生 就是丹桥 这四年来 我们两个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 成了无话不说的心灵朋友 后来 他得知我和七年的初恋男友 分手之后 他一直开导我 安慰我 这一来二去的 我们才见了面 我觉得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 不如说这是缘分 您说呢 你这个故事听起来还是挺感人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 你和丹桥交往的后果 你们这些小姑娘啊 一个个都做着公主梦 都做着灰姑娘的美梦 都以为舞会之后的灰姑娘 会被王子接近富丽堂皇的皇宫 灰姑娘和王子结婚之后 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不是每一个灰姑娘 都能够成功上位的 你们所看到的 只是嫁入豪门的 外表的光鲜亮丽 你们根本无法了解 嫁进豪门之后的媳妇 她们必须手持的应有的本分 失去一定的自由 夹着尾巴做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有些问题 我还是要问一问的 董事长 你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 展国荣吗 当然没有 我最受不了的 现在的女孩子 好好的一张脸 里面都是填充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干嘛不去找个芭比娃娃 过来 下次来把你父母亲的照片和你小时候的照片拿过来我看看 好 好 你精神高多少 一百六十七公分 稍微矮了一点 你们家有什么遗传病史吗 据过硕士没有 你最好还是尽快去我们公司定点的三甲医院做个全面体检吧 好 虽然丹桥不一直在我身边 也不管她有多闹头 但是她找女朋友这件事情 我是必须要严格把关亲子筛选的 我刘兰芝未来的儿媳妇 不能只是一个花瓶 她必须出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不但要尽相夫教子的责任 还必须在事业上不做丹桥 好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 我只是给了你和丹桥交往的理由 至于未来结果如何 就要看你自己怎么把握 好自为之吧 谢谢董事长 出去 丹桥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红小豆吧 久仰 久仰 看来她是在你面前说了很多我的回话了 好 赵大公子 还不赶紧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啊 我忘了介绍了这是 宁兴 宁小姐好 你好 就就结束了 就就这么四个字 她是宁兴 你 你跟我介绍的时候可不是这么简单啊 大家有没有兴趣 听一下丹桥是怎么跟我介绍好这位宁小姐的呢 好 好 人呢 来来来 在我还没有跟她见面之前 我觉得这些年最了解我的就是她 人是分层的 有些人就像是灰尘 轻轻地飘落在你的表面 而有些人呢 就像是一餐美味 走入了你的胃里 她对我的渗透 就像是一颗感冒药 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又回到了我的心脏里 就是 看来是我话太多了 好 宁小姐 你在这儿待一会儿 好好照顾她 好 先来来啊 很高兴 很高兴认识你们 三角 怎么了 嫌我话多啊 不不不 只是 我感觉非常不对 不应该是她 胡说些什么呀 不是她那她是谁呀 你不是跟她去见过面的吗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跟我回去 聊个月吧 不不 不 等等 丁程 丁小姐 你们在聊什么 没什么 这样 你们先聊着 我去一趟洗手间 嗯 丹桥 丁小姐 你别在意啊 丹桥就这样 表面灵淡 内心火热 其实她特别地在乎你 希望如此吧 当然 每次她提起你的时候 都特别地兴奋 不知道丹桥有没有跟你谈过 就是你们聊天用的那个APP 那是她留学时开发的一个项目 后来很快地就下架了 只留下了你一个用户 她就为了你一个人 维护了这个服务器四年 丹桥曾经受到过一些伤害 对她的打击特别地大 所以她很难开始 不过只要她认真了 她就会特别地用心 丁小姐 给她点时间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来 来 欢迎你参加我们一派去 来 那你随意 我过去陪一下我的朋友 好 开心 嗨 丹桥 好久不见了 丹桥 介绍一下你不用了 她是我在国外念书时就认识的朋友 你好 我叫杰西卡 你好 我叫宁兴 你真幸福啊 拿下了丹桥 之前我们一起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多少女同学追她呀 没有一个到手的 不过我今天看了你 我可知道了 原来她喜欢你这种啊 性感与优雅兼具的女人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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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今天晚上这么开心 那不如我们的第一支舞 就请我们的丹桥 和我们的宁小姐一起跳 好不好 好 好 麻烦你了 不客气 丹桥 你怎么好像不太喜欢我的样子 你是不是她 告诉我 你是不是红角豆 这真的重要吗 是的 这当然很重要 这当然很重要 丹桥 你要知道 我在网络中 叫红角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女心 你不能 你不能 只是喜欢网络中的我 而不能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我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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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困惑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对宁新不了解 我了解的可能只是洪小豆 并且我知道我喜欢她 依赖她 你要知道 网络中和现实中 人总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如果你连这些差别都接受不了的话 你有什么资格她喜欢 文强 我想得很清楚 我知道自己的心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赵丹强 你家洪小豆的脸都红透了 你还不上 就是嘛 快点啊 没想到我们赵总 还会脸红啊 喂 赵总出事了 李契月未婚夫跑了 快昏倒了被送医院了 我知道了 你先冷静一下不要着急 我这边有一点事情要处理 你通知宁夏吧 让她处理一下 小夏 小夏她也出事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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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有事要先走了 班一乔 班一乔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有急事 要马上赶过去 你再叫一辆车吧 请问 请问 是我们的车吗 那是我们家的车 算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声 Nil相 师傅 还有多远呢 大概还有两三公里 不堵车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堵车的话就说不准了 这里不能下车 虽然你到底够了没有 我告诉你 我宁心一定会找到一个 更懂得珍惜我 更懂得爱我的男人 我一定会过得比你幸福 你就等着后悔吧 等等等等 抱歉 莹小姐 脑子 更新的 这个地方不太好打车 要不我送你一段路吧 谢谢你啊 小心啊 护士 护士 刚刚送来的二十多岁的那位 那个女孩摔伤的病人在哪儿 叫宁夏 她在213吧 谢谢 宁夏 她怎么样了 要不要紧 头部和脚都受伤了 片子等明天出来 才能准断出来是不是脑震汤 浩子哥 怎么回事 她下午去找了个人 结果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自从进了你们那家倒霉公司 宁夏一天都没有消停过 你给我出去 浩子哥 这事跟赵总没关系 这是医院 你别冲动 要不然咱先走吧 等会儿姐醒过来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还不行吗 你再走吧 赵总 浩子哥也是心疼二姐 所以脾气有点急躁 不好意思啊 米奇悦的情况怎么样 路随姐正看着她们呢 好 我先过去看看 走 赵总 好 情况怎么样 做了全面的检查一切都正常 可能是因为悲伤 或者过度劳累 造成的一直这样昏迷不醒 真是世事难料啊 本来是一场喜剧 现在变成惨剧了 不过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觉得还挺可怜的 今晚要辛苦你了 对了 命下怎么样了 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真让人着急 我会一直等到她醒来为止 梁先生 听说你是位心理医生 哪跟你聊天 可不可以治疗我的心病 不好意思啊 刀哥的样已经下班了 现在坐在你对面的 只是你的一位普通朋友而已 林小姐 你不用紧张 我既没有读性术 也没有本事看穿一个人 人和人之间只有做到以诚相待 才能情形相应 你真的可以做到对人以诚相待吗 当然不会对全部的人 但至少对我在乎的人 我一定能做到 比如赵丹桥 我们俩是发小 我们之间就没有办法 隐藏自己内心的想法 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瞬间的眼神 我们都能捕捉到 对方的内心真实的想法 杨医生 丹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要想了解别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首先你得了解 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自己 看得出来 林小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可是 也许有可能 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 你为什么喜欢赵丹桥 宁心 心相至远门遮掩 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宁小姐 你相信 人和人之间有心灵感应吗 这么玄乎的事 我根本没想过 所以啊 你一定是一位理心的姑娘 不过 但凡理心过了头 看她的问题啊 就不是那么可爱了 林小姐 我倒是希望能和你交一个朋友 我也相信 我一定是一位可靠的倾听者 和保密者 如果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 很希望我能帮你解开 谢谢你 不是 我能找到这一位子 我去找到这一位子 我去找到这位子 我去找到这位子 公共场合的礼仪吗 小夏啊 可是我说你 你这在大庭广众之下 肆意打喷嚏这件事 真的改改了啊 做女人要神秘要矜持 你这臭毛病啊真是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这鼻子很敏感嘛 一闻到香水味我就 是我身上的香水味吗 我们 pressed take my name 你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想着呢 我要这个车子 我要去换皮肤 我老板子 我不行了 我们要去换皮肤 我现在帮我们才换皮肤 我现在去换皮肤 你还去换皮肤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别忘了 今天的晚饭意义很重大 知道了 行 那我先出去了 我最讨厌廉价的打包盒 有害健康 这么多饭喝 她让我每天早上给她做早餐吧 赵总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还是累了 喝杯咖啡提提什么吧 谢谢 不用谢 现在咱们公司社的情况宁夏和露西都不在 她们的工作正是都由我来代替的 如果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好 赵总 好 我知道了 你出去忙你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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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欢迎光临 先生 请问您要买花吗 是 请问您是送给什么人的 我好帮您做搭配 病人 请问她是男士还是女士 女士 那请问她是 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 你是卖花的 还是查户口的 先生 您可冤枉我了 我问清楚一点呢 可以帮您更好的做搭配 您要是送给小姑娘 康乃馨 健兰之类的 那多不合适啊 送花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那当然了 一看先生 您就不是经常买花 您要是送给年纪大的 我认为康乃馨比较合适 那 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先生 您就跟我直说吧 您到底送给谁 比方说您正在追一个女孩 然后她又生病了 那我认为 百合最合适不过了 康乃馨太吐气了 那就百合吧 我认为康乃馨太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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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康乃馨太吐气了 我认为康乃馨太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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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姐 借儿来了 哇 姐这花真漂亮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你破碎 真不好意思 喂 赵总 身体怎么样了 还没睡觉呢 还没呢 你呢 我在办公室 那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呢 有一位专业的护理师来照顾你 专业护理 赵总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不用麻烦别人了吧 听我的 我让你在专业护理师的照顾下 一周之内就可以恢复健康 然后你尽快就可以来上班了 我可不想给你无限期的 担心放假 你明白吗 这位赵爸屁 关心我 还有恶人的方式 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说 感谢赵总对于下属的关心 好了 既然有了专业的护理师 照料你的生活 你可以通知你的家人 还有那些 身边无关紧要的人 比如秦昊之类的 就别再上门添麻烦了 一个女孩子家里 男人经常进进出出的 会招人误解的 就这么决定了 树董先生 我从未想过 你第一次走到我的生活里 是这样的 苏东先生 你还记得吗 我之前问过你一个问题 是不是和我一样认为 爱情是没有秘密的 渐渐爱上你 我才知道 你说那句话的意思 你说 说爱情里没有秘密的这个人 既不懂爱情 也不懂秘密 刘总请来的护理 我姓陈 叫我陈姐就好了 我去给你做早餐吧 你稍微等一下 做好了叫你 你们家厨房在哪 那个 好的 我会 所以你家厨房在哪儿 你看 你很笨 你宝贝 你会赶on 赵总 护理全解已经到了 现在再给我做早餐 谢谢你 书董先生 早安 昨晚我又重温了一部 非常喜欢的老电影 缘分天注定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 人们不知道何时会失去 就像片中男女主角那样 一见钟情 欢度八小时后 却彼此失去了对方 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一直都在拼命地寻找 却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缘分好幽默 让彼此相爱的人都沉默 当你认为 这一切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故事却刚刚开始 林小姐 开始吃早餐了 哇塞 这么快 做得这么风筝早餐啊 不知道你喜欢吃新式还是中式的 都可以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像样的早餐了 以前都是妈妈在世时候做给我的 那你平时都不做早饭吗 我就是在路边随便买点就吃了 你们年轻人啊 就是不按时吃饭 特别是早餐 这老话说得好 早上吃得饱 中午吃得好 晚上吃得少 这早餐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 一晚上的消耗 前一天所吃的营养 都已经消耗殆尽了 所以呢 要通过吃早餐 来补充一下全天的营养 要不然的话 人体内葡萄糖不足 葡萄糖不足呢 就会导致脑细胞活力不足 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吃早餐 你是找借口吧 为你自己睡懒觉 不吃早餐找借口 没有 来 我给你开了一周营养菜单 你过目一下 营养菜单 对啊 赵总丰富了 让我要很好地安排好 你的一日三餐饮食 还要避免那些 不利于疗伤的食物 这是我的营养师资格证 健康证 还有护理师资格证 原来做护理要这么专业的 真的是干哪行都不容易 那当然了 赵总竟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请人 我们公司肯定要选派 最优秀的护理师过来啊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随便准备了一点 如果你觉得有那么不合适的 我可以跟您调整 没事 我不调食 我就都挺好的 那就麻烦你的照顾喽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谢谢 好吧 那你先吃饭吧 好 谢谢 我先去忙了 嗯 喂 护理师怎么样 怎么样 赵总 你昨天跟我说的时候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 那想到你真的 找了个护理过来 我又不重重病人 没事 你跟你严谈 我已经支付了护理费用了 要不你把钱退给我 我就把护理打发回家 你 你这眼太不讲理了吧 你既然知道我不讲理 就别费口舌了 好好在家待着 不许乱跑 尽快养好伤回来上班 我可不想给你放无休止的带薪假 什么呀 话都没说完就挂了 赵大屁 丁小姐 进来吧 来 我多喝点水 多喝点水 那我先去忙了 你多休息啊 谢谢 谢谢 丹桥 晚上有时间 一起吃饭吧 对啊 对了 陈护理 晚饭以后我送她回来 好的 赵总 那我就不给宁小姐准备晚餐了 你们慢一点啊 再见 赵总 再见 可以吗 赵总 你突然把我叫出来 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欺负我残疾啊 你要再不说话 我跳车了啊 我听说某人在家待孕闷了 都忘了公园什么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所以我带她出来看看 天哪 赵总 那个陈姐到底是你 暗插在我身边的户里 还见底啊 她还跟你说什么 她说今天有一个男人来了 你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没有 没有 那个就是秦浩 我们就当着陈姐的面聊了一会儿 最后被你看来那个 间接给赶出去了 看你紧张 没有 陈姐什么也没说 只是提醒我 宁夏小姐在家憋坏了 要我抽空带你出来溜溜 这样才会健康 你会不会用死啊 你原来遛狗啊 你这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是啊 你怎么知道 小时候我被寄养在农村 在乡村小学念过几年书 整个学校加上校长 老师一共才五个人 我们班只有一个老师 语文 数学 体育 门门都教 后来才知道 我们老师原来是 因商淘汰回乡的 田径运动员 哇塞 真的假的 我要是骗你 我是小狗 我爱不得你对这个六 这个自欺勇奴奴奴 林夏 你啥都不会 岁月倒是挺在行的 等我一下 等等等等等等 哦赵总你看 超总你看 太美了 夕阳 赵总谢谢你 可以让我看到 这么美的夕阳 我还可以带你来看日出 去那边坐一会儿吧 眼前的赵丹桥 就是二次元那个温暖的树洞先生吗 四年来所有的回忆 真的让人变成了神经病 前一秒还是嘴角上扬 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 想什么呢 没事 没事 对了 我带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啊 给你的 打开看看 天哪 小龙虾 天哪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戴上手套吧 赵总 你不吃 我不吃了 我不喜欢小龙虾 这是特意为你买的 谢谢 但不是说小龙虾对伤不好吗 那我能吃吗 偶尔吃一点没有什么关系 要是延误了病情的话 我多给你几天假期 好吗 说得也是 这吃美食呢 就要有奋不顾身的勇气 太好吃了 给你太好吃了 吃美了吗 超级美味 超级美味 赵总 明天谢谢你带我看了这么美的夕阳 还这么好吃东西 等等 你就这么点要求 也不是什么吧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带我去看日出 所以呢 来 够 感觉这个天好像下雨了呀 是啊 我们赶紧走吧 我来收拾 好 这给我 走 小心 小心 小心台阶 您好 我需要一位代驾司机 对 我在 滨江大道 对 我需要代驾 什么 一个小时 好吧 我在这里等 黑色跑车 是的 谢谢 赵总 您也没喝酒 为什么要找代驾呀 我 我可以打开音乐吗 好的 我无法在雨天开车 为什么 我 因为雨天开车 我害死了她 我害死了她 那天天气很好 是我见过最晴朗的天空 我们难得去交友 本来她要写毕业论文 但是经不住我的劝说 还是溜了出来 谁知道回来的时候天气突变 下起了瓢泼大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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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冻先生 四年以来 一直向你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让你分担着各种喜怒哀乐 而今天 你第一次向我揭开了你的伤疤 那么沉重 我该怎么安慰你呢 小时候 幸福是一件食物 长大后 幸福是一种状态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 幸福既不是食物 也不是状态 是一种领悟 早饭吃过了吗 药吃过了吗 嗯 难道你只会用一个蛮字 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早上吃嗆药了你 什么人呢 不说 习惯 宁小姐 今天训练时间差不多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了 我想早点康复 在家里都快得抑郁症了 预速则不达 一口也不能吃成胖子 我看你还是悠着点 慢慢来 要不要去喝口水啊 没事 陈姐 我觉得外面天气挺好的 能不能我们去 楼下公园坐一坐呀 沙发都要坐穿了 好 我带你下去吧 真的 生日是八月十八日 是什么星座 八月十八日是什么星座 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二日 是最自信的狮子座 热情阳光大方是他们性格上最大的特色 常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仍然使自己不快乐 使自己不快乐 一点都不准 我看他没心没肺比谁都快乐 这太不准了 妙心姐 你来了 你好 赵总在里面吗 嗯 他在办公室呢 谢谢 妙心姐 应下去就怎么样呀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 我这几天也没见到他 不过电话里听起来他应该是好多了 对了 你们公司的福利真的太好了 居然还给他请了专门的护理 谢谢你们 那是赵总啊 私人出现给他请的专业护理 对 赵总这件事确实和我商量过 对了 我就进去了 嗯 谢谢你们关心我妹妹 好 我说呢 赵总跟宁夏这么好 还大手笔专门请了护理呀 感情 我跟你太爱呢 羡慕呀 嫉妒呀 谁让你没有那么漂亮 又那么能干的姐姐 抱抱一点天啊 抱抱就算了 行了 干活吧 好 干活吧 专程 宁欣 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我来吗 找我有事吗 是不是没事情就不能来找你啊 每次找你你总是忙忙忙 没办法 我只能借公司之便过来看看你 最近公司案子很多真的愁不开身 如果真的想见的话 总能有千万种条件 如果不想见的话 理由也要买半个 叶欣姐 请喝咖啡 谢谢 露西 你去把广告部的总监叫过来 不用了 等一下我自己去广告部吧 我还有事情也要跟赵总说 好的 其实我这次来是有礼物要送给你 来看看吧 我想你一点都喜欢 姐 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是 舒曼的幻想曲 舒曼的幻想曲 这是我前几天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专门去二城市场讨给你的 你要知道 这种东西 对于懂货的人来说 它可是宝贝 对于不懂的人来说 它就是垃圾而已 我相信我的树洞先生 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这是我一直想去找的CD 这多少钱 你怎么这么见外啊 都说好了是送你的礼物了 但瞧 我真的是很感谢 你这么照顾了妹妹小夏 还替她专门请了护理 我和妹妹都会很感激你的 这是公司对应工负伤员工的福利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不必放在心上 对了 蓝桥国际的董事长 说对你这次广告非常满意 但我一定要谢谢你 那今天晚上六点 我在西餐厅定了位置 你可不能拒绝我 灵芯 你很优秀 但是我和你之间 蓝桥 好 这是工作大写 这样吧 我先去广告部 有什么话 我们晚上再说 好吧 真好 终于出来了 把我逼坏了 慢点 以后啊 你要是想出来 你就跟我说 我陪你下来 行 谢谢 小朋友 给你 谢谢姐姐 不用谢 小夏 我看你挺喜欢小孩子的嘛 对啊 我挺喜欢的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啊 那身边有中意的人吗 慢点 谁知道啊 就算是有喜欢的 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吧 我跟你说啊 这女人啊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归宿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我的孩子都这么高了 不能打酱油了 你觉得 赵总怎么样 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 你看 他让我来护理你 还那么关心你 而且 他又年轻有为 还长得那么帅 陈姐 你看你想的 我是因为工商 是公司的福利 而且我又不漂亮 学历又不高 工作能力又不强 他那么优秀 怎么能看得像我呀 谁说的 我就觉得你挺好的 要不 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我们老家有几个老乡 在这里工作 做得挺好的 还有一个在这儿买房子了 不用不用了 我也没想那么的 把这个给嫁出去 没事 没事 喂 浩子 在家吗 我在来你家的路上 我在小区散步呢 那你等我 马上到 行行行 拜拜 陈姐 我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要不你先上去吧 不行啊 你差不多要吃药了 又吃药啊 这药我每天吃得昏昏沉沉的 我正好有朋友过来 所以我想多待一会儿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就一个小时拜托 那好吧 那我先上去 你要有什么事呢 给我打电话 自己注意点啊 慢点 来 来 喂 赵总 易小姐有没有跟您在一起 没有 怎么了 我前面和她在楼下散步 然后我先回家做饭 等我再下去找她的时候 她人却不见了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一下 她是不是跟别人出去了 对对对 她前面接了一个电话 好像是男生的声音 我以为是您 所以我就没有多问 好 我知道了 那 你就在家里 等她回来吧 好的 拜拜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咱俩 咱俩 你别为我刚才说的话不高兴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真的是希望 我们两个能多一些了解 我要你现在告诉我 你对小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感 你有什么资格来责问我 为什么她每件事情 你都要来掺和 我 我喜欢她 我从小就喜欢她 怎么了 所以她的事我就特别的关心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的生活 你之前为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你一口就答应 假骂我的男友 在婚礼上为我出头 然后又在你母亲面前 当面承认我是你女朋友 这些 真的都非常感人 这些真的都非常感人 丹琼 丹琼 怎么了 对不起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这样吧 我们给彼此多一个机会 我们或许 不单单会是事业上的好伙伴 还会是生活中的好伴侣呢 对对不起 我现在有些急事要处理 不得不先走一步 服务员 买单 记在我的账上 好的 赵先生 宁夕 对不起 有时间我们再说吧 你慢慢吃 对不起 有空出来喝一杯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正在和心爱的人想弄大餐 品着美酒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火 你以为你是谁啊 让我们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吧 来 回家喽 慢点 慢点啊 走 慢点 你可算回来了 担心死我了 不好意思 陈姐 我手机突然没电了 所以也没来及告诉你 陈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们俩走了匆忙 没跟你说 没事就好 联系不上你我特别着急 所以惊扰了赵总 他看见你回来 应该放心了吧 赵总 对啊 他一直在楼下等你呢 你回来时没看见他吗 没 我去看看 你呢 你跟着我先走 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了 你怎么能看见他 你还没看见你 你又有点冷静 我再来 我一分钟 你不要再来 我问你 你就是买来 你叹 effort 你需要我 你你不得帅 你 你可不可以 你 你好